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方的海面 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不高 但是如果路径偏南的话 也不排除发布海上警报 今天的天气相当不稳定 主要受到五湖热对流的影响 下午气象局陆续发布了 大雨特报 豪雨特报 大雷雨讯息 还有山区暴雨的警示 高雄露出的时雨量高达96毫米 非常惊人 整个西半部还有山区都有剧烈的降雨 唯独避开了彰化 彰化今天是阴天 而降雨趋势明天水季减少 基隆北海岸和外岛会有零星短暂雨 早上西半部地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雨 要注意的还是午后雷尘雨 主要集中在东部 东南部 还有山区要特别注意 至于周二周三 台风最接近台湾 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北部和东北部山区会有短暂震雨 至于周四开始吹西南风 南部会有较大雨势 要特别注意 继续来关心一周天气 先看到北部都会下雨 尤其周二周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更要注意26到35度 而中部这一周的降雨几率也很高 要注意午后雷尘雨 25到34度 南部周四开始受到西南风影响 有较大雨势 25到33度 至于东部天气相对稳定 周二多云稻晴 周三周四多云 25到36度 而外岛大多也是下雨的天气 周二澎湖和马祖 有机会看到太阳 26到35度 所有follow me 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明天要注意午后雷尘雨 东部 南部和山区 都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中度台风卡努 周二周三最接近台湾 会为北部和东北部山区 带来降雨 而明天东部北海岸 恒春半岛和马祖有长浪 最好不要接近海边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 沉江左右的影响 周二周三花冬会有焚风 要特别注意高温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最后一周三花冬会有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